10分是韩国人非常常去的台湾著名旅游景点之一 而在前几天,10分的一个天灯 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最近在韩国各大论坛上 一个来到台湾旅游旁边观光客的愿望 和让人印象深刻的天文正在韩网疯传 在照片中能看到一对男女正在放天灯 而天灯上写的消灭今日派 对此在韩网掀起了激烈讨论 这样也算过分 说这话的人自己大概是亲日派吧 应该更明确的写作消灭卖国贼 否则就像是消灭所有喜欢日本的人一样 这里所说的亲日派不是指喜欢日本的人 而是指那些无视过去的历史 无条件支持日本的人 连去旅行都要这样做吗 这对去台湾的日本人来说不是太无理了吗 不是要消灭日本人 而是要消灭亲日派 这还会有不同的意见吗 说讨厌亲日派 却去以亲日国家著称的台湾旅游 这就是左派的矛盾 并不是在辱骂日本人 而是在辱骂亲日派 这有什么过分的 亲日派这些卖国贼应该要全部处理掉 所以说没知识就会很勇敢 如果那里有懂韩文的台湾人 就太丢人了吧 所以对于韩国观光客 在天灯上写 消灭亲日派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旭播剧年 额娘给柳武送了咖啡车 但其实没有送 这一天是柳武送了回归后 首次出演音乐节目的现场 为了帮弟弟打气 额娘送了咖啡车 但奇怪的是 咖啡车上没有咖啡 就是有咖啡车来了 但没有咖啡 结果是这样的 因为柳武的新歌名叫 什么都不做也可以 所以额娘真的什么都没做 非常听话的额娘 给弟弟送了一辆 没有咖啡的咖啡车 我真心觉得额娘很好笑 疯了咖啡车 那家提供咖啡车的公司 应该也感到很困惑了吧 歌名马上就能记住了咖啡 真的是营销天才 这不是卡车示威咖啡 真的是超好笑的组合 许破剧年 很像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们 希望他们永远不要长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